好 再关注的是监察院副院长 人事风波持续的延宵 我们党籍的前台东县长黄建廷 那么再度出面说明 他强调如果最后被撤销提名 或是被否决 他都坦然接受 同时也说如果提名没有过的话 他最开心 这个他当然就是太太了 但是不止在野党反对 就连执政的民进党立委 也都是反对追向延世案 加上担心影响陈其迈的高雄市长补选 因此让总统府提名记者会临时喊咖了 试图先党内沟通化解不满的声浪 连续两天出面澄清监察院副院长人事争议 国民党籍的前台东县长黄建廷 再度强调他看得很开 不提名或不通过 那就回到原点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会很自在 我太太会很开心 据了解5月时 府方透过管道征询黄建廷 是否有意愿担任监委或是副院长 大约6月初旬跟总统参议文会谈后 总统邀请出任副院长 黄建廷感受到府方诚意 因此答应 我感受到总统府这边很诚恳的邀请 我非常意外 怎么会是想到我 当时主席也表示恭喜 有些国民党的人 是用跳船 这样这个字来看待我 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想不到18号晚间 黄建廷原事案消息曝光 民进党党内陆续开炮 府方马上派人跟党籍立委和派系领袖沟通 但无法平息怒火 原地19号下午3点召开提名记者会 眼看反弹声浪大 1点50分紧急宣布取消 但蔡总统仍然在2点左右 跟28名监委提名人查询 独缺争议最大的黄建廷 不会主动退出提名 如果国民党不祝福也会退出 黄建廷把球丢给辅方跟蓝营 据了解目前总统府还不考虑撤坏名单 试图先化解党内反弹情绪 但如果连绿营立委都无法说服 再加上担心不满声浪 影响陈其迈的高雄市长补选 那么之后黄建廷很有可能会被拉下 总统府会就人选 做一个最不合社会期待的一些做法 难道你认为监察院每一个人 监察院只有民进党的可以去当吗 还是说只有民进党跟所谓的绿营 才可以去当吗 面对争议黄建廷出面说清楚 讲明白就是要证明 自己绝对做得起监察院副院长 这个位置